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例子 假设今天 我刚刚的情境换一下 我本来在前一个例子里是说 要是今天它太重或是太轻 我们包太多或是包太少 我都要停下来检查 现在假设不是 现在假设是包太轻才要检查 包太重就当作是送客人的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我们要来检查 我的μ有没有小于1000 是这个样子 然后其他setting都一样 sigma200 n100 alpha0.05 这个时候我就变成 在做一个one tail的test 那我一样 我想要找一个strong evidence的证据 去support H0 然后去support HA 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做的事情 变成什么 变成是这样 假如H0是对的 那么我make a conclusion 说H0是错的 我make a conclusion 去说我μ不是1000 对不起 说μ比1000小的几率 要比5%来的低 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rejection rule 这个rejection rule 跟之前比起来有什么差别呢 差在之前 我们这里有放一个绝对值 表示x bar距离1000超过低 我就要拒绝H0 但现在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μ在这里 我现在要x bar要够小 我才要拒绝H0 所以今天是x bar小于1000减低 我才要拒绝H0 超过的话 没有拒绝的理由 对吧 所以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写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一样 depends on什么 depends on x bar的几率分布 那x bar的几率分布是normal 这你也知道 然后呢 这个1000啊 20啊 所以呢 你一样可以很容易地算出 右手边如果要累积5%的话 那我们的cut off 在967.1 这个样子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的rejection region 跟刚刚讲的 当然就不一样了 刚刚的rejection region是 左边2.5% 右边2.5% 有两个cut off 现在是左边5% 一个cut off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我们那个963啊 在这个例子里面 变成落在拒绝区了 变成我们要rejectH0了 我这个deviation已经够强了 我这个证据已经够强了 我现在要拒绝H0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呢 我掉在拒绝区里面 因为967.1 是我的critical value 我963比它小 对吧 sample mean more extreme than the critical value 就拒绝H0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等于是有足够的证据 相信μ是比1000小的 我的concluding statement 变成这么写 因为啊 我的sample mean 落在拒绝区里面 所以我们拒绝H0 在5%的显著水准 5%的显著水准 或是95%的信心水准下 有足够强的证据 证明这个重量 真的是小于1000克 我现在还蛮安心底 可以下结论 说μ真的是小于1000 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呢 今天这个样子 就变成刚刚的结论了 那这里我们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 有的人呢 在写one tail test的时候 他在上面会写大于等于 而不是写等于 这统计学家 两派人都有 有一派的人呢 他H0就会写等于 Always都是写等于 但是有一派的人呢 在H0他会写大于等于 就刚好跟HA相反 是这个样子 那么今天 如果是这种写法的话 那我们的idea 我们的idea是说 H0是true的时候 我reject H0的几率 要被控制 对吧 那今天只要μ是1000 我能让他是5%的话 μ大于1000的时候 我的这个几率 我这个搞笑的几率 当然就一定会比5%更小嘛 对吧 因为μ如果是1020啊 1050啊 1100啊 什么之类的 那你要让你的这个x bar 掉到你那个967以下的 那个拒绝区的几率 当然就会更小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会发现 不管你写哪一种上面的写法 对于你要怎么样做这个rejection 要怎么样做这个decision testing都是没有差的 你就是要让μ假设他是1000 然后呢 你去控制 让拒绝区以内的几率 是刚好5% 两件事情是同样的 好 那么今天呢 就以刚刚的例子来说啊 要是我的μ其实是1010的话 我落在967.1以下的几率 其实是1.6%而已 所以事实上呢 不管你上面 那个no hypothesis是怎么写的 就是没有差 实际上就是当成1000来用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大家在写的时候啊 alternative hypothesis都是写一样的 你在刚刚的例子里一定是写小于1000 那no hypothesis就没有差 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那所以in general呢 就是我们在控制拒绝H0 当他是true的时候拒绝H0的几率 我要让他控制在5%以下 就这么一回事啦 好 那你回头想想刚刚那件事情 我们今天在用2-tail test 或是one-tail test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做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对吧 一个是不拒绝 一个是拒绝 那今天如果我们是 怎么决定我们要用2还是1呢 用2-tail test 通常是你比较保守的时候 你会这么用 比如说你觉得parameter好像改了 但你不确定它到底是变大还是变小 如果是这个情况 你会用2-tail test 因为你假设它变小 但其实是变大的话 你根本就测不出来 所以如果你没有概念 变大还变小 你理论上应该用2-tail test 对吧 那如果你已经知道 或是你相信 这个change 基本上应该是某一个方向 那你就会去用one-tail test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你有多的资讯 让你去做one-tail test 那个多的资讯 会让你可以下结论的几率会变高 你就是刚刚你看到的 有一定的几率 你在2-tail test没有结论 但one-tail test有 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当然就像刚刚说的 如果你其实没有 你就不应该用one-tail的test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 我要想测 mu是不是小于1000 那就算x bar抽出来是2000 3000 5万 你一样只能说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mu小于1000 你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结论 你甚至没有办法结论说 mu不是1000 所以你有资讯 你去用one-tail test 你有任务 你去用one-tail test 没有 你就乖乖用2-tail OK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理解 你有足够的资讯的时候 那你用2-tail 所以刚刚是这里5% 所以你的拒绝趋势是967 那如果今天只有2-tail 那你今天就是960 所以有一定的几率 就是我们图上绿色的区块 绿色的区块就会变成是 你是2-tail 你就不能拒绝 one-tail才能拒绝 one-tail才能下结论 因为你有额外的information 因为你知道 你怀疑 direction of change 所以就会变成比较容易 去下结论 是这样子 就是啊 好了